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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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字幕志愿者 欢迎 哈喽 阿希拉 字豪 欢迎 熊熊 欢迎 我今天 我今天是 是熊熊的伙伴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生物 是熊熊吗 还是 还是老鼠 大家觉得像什么 有耳朵的生物 我是有耳朵的生物 欸 我這邊垂下來了 嗯 庫哥好難用喔 那怎麼讓它立起來 欸 謝謝小翔的熊巴啾啾 這個熊巴跟我今天很搭 粉粉的 哈囉 這個 啊 我這個 鬆緊袋 鬆開了 希望它不會閃 這個頭好難用 耳朵那麼長是鼠了 嘿 我不管用什麼 用什麼髮型你們都說我像老鼠好不好 跟長度哪有關係 謝謝正人的啾啾你喔 哈囉 彭彭 晚安 今天有耳朵 有熊鼠這種生物嗎 有的話應該就是我的吧 可能是保育類的 世界上只有一隻 就是我 今天怎麼那麼像老鼠 有嗎 我聞聞看有沒有起司的味道 起司好吃喔 我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分享我 今天的晚餐有起司 起司 起司 啾啾 謝謝圖師 你的戳戳 你 這個耳朵會不會痛 我捏一捏看哈 耳朵會痛 哈哈哈哈 吃這麼好 沒錯 告訴大家 告訴大家 因為 我們家終於 叫得到烏差異了 終於有烏差異了 之前都沒有 然後 最近好像 我不知道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反正就我們這邊 現在 我們這鄉下地方 也叫得到烏差了 然後 謝謝彭彭的 啾啾你喔 然後因為新會員 可以 買150可以折100塊 所以我今天就 就叫了外送 然後就 因為買150可以折100 就難得奢侈了一下 吃了垃圾食物 就是 賣 麥當當 有起司 有兩片 一片還兩片 牛肉有兩成 吃了 雙層牛肉 起司堡 然後我還加 我還加購 那個 叫什麼 辣的 那叫什麼 賣 麥脆雞嗎 辣的 然後還有可樂 快樂 肥宅水 就是要 吃垃圾食物就是要配 可樂啊 所以我今天過的是很奢侈 但 這樣子的話 因為要加運費 所以等於是折了60塊錢 這樣子 120塊錢 然後有 你看有 有 漢堡飲料薯條跟 chicken 我不知道那個要叫什麼 反正就 就還可以啦 反正有折扣 有兩次折扣 所以下次還可以再奢侈一次 我覺得120 以平常的我來說 會覺得有點小貴 但是 想到有折扣了之後 就覺得還不錯啦 而且 120可以買的快樂 我覺得很值得 謝謝小紅的 啾啾牛 因為我真的是 平常吃的比較養生一點 泡麵先不算啦 就是 最近 非常吃起 但就 平常我其實都吃得蠻養生的 我上一次吃這種垃圾食物應該 我不記得什麼時候 但是應該有三個月以上沒有吃 所以 今天吃的時候就覺得 好快樂啊 120塊錢可以買到快樂 不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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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覺我特別快樂 對不對 對不對 好快樂 哇 你用120塊買到快樂耶 我好開心 我好開心 今天不神奇 好開心 我真的超級久沒有吃這種垃圾食物 我真的超級久沒有吃這種垃圾食物 而且我現在吃了整個肚子都 鼓鼓的 可能 那個 口樂有關係 鼓鼓的 可是很幸福 很滿足耶 就是 我本來想說 就吃漢堡吃完的時候 就覺得有一點飽了 然後 可是我後來還是有把它全部吃完 因為想說 難得奢侈一下 就 就 就是要吃得很撐很撐 就像吃到飽一樣啊 就是久久吃一次可以 但不能每天都吃得太飽 這樣不好 開心 有附玩具 沒有 沒有玩具 如果有玩具 我會更開心 沒有啦 聽到我的笑聲都要發燒 蛤 我只是笑而已都 就要發燒 那還得了 太興奮了吧 我好興奮啊 超開心 哈囉 蘿莉蘭晚安 抱歉 我剛剛太興奮了 沒有歡迎到你們 謝謝博雲的筆心 快樂倒覺得很晃 是暈了吧 是不是暈了 這就是心動的感覺 如果你覺得暈了 那就是心動的感覺 你以為是我在動嗎 不是 是你的心在動啊 謝謝坤坤的穿將 而且 而且跟你們講很好笑的事情 謝謝孝賢的告白氣球 而且我第一次叫這個烏茶 然後 然後我叫的時候 他完全沒有跟我說他到了 然後因為現在是什麼烏接觸用餐 所以他就直接放在 我家門口的鞋盒上面 他就放在我的鞋盒上面 然後我是想說 奇怪這個時間應該 上面是顯示6點半就會送到我家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都沒有聲音 然後就看一下手機 他說訂單已完成 我想說 我都沒有拿到食物 他食物是放到哪裡去 然後 我以為他是放在樓下一樓的門口 然後我就 很著急想說要趕快下去 不然萬一被萊芙叼走了 這就不好了啊 然後我就 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送到的 反正我注意到的時候 我就趕快跑下去 結果看門口 空空如有想說完蛋了 是放到哪一層去了 然後我又跑上來我家 然後我就看 不對 可是也沒有東西啊 然後我又 又跑下去再確認是 想說 就打他的那個客服電話 然後結果 結果 好像轉接 不知道轉到哪裡去 也沒有通 然後我就想說 蛤怎麼辦 然後我又跑上 又跑上五樓 然後結果我就發現 怎麼放在鞋盒著 就一開始沒注意到 一開始沒注意到 結果我跑第二次才發現 你們看我這樣子 我在家都沒辦法變胖 因為我家在五樓 我這樣跑上跑下 跑上跑下 就已經 來回就已經二十層樓了 怎麼沒看 不是 因為我家鞋子 我跟奶奶兩個鞋子很多 大概有二十幾雙 他放在其中一個鞋盒上面 就是 我一開始真的沒有注意到 我第二次的時候 我在想說 他應該是放在某個地方了吧 然後仔細看才發現 怎麼放在這個髒髒的鞋盒上面 然後也沒有訊息通知我一下 還是 烏茶都是這樣 謝謝蘿莉郎的夢幻煙火 耶 今天慶祝 咪娜男的奢侈一天又紅包 耶 棒棒 謝謝追蹤 大家晚安 開店 狼哥開店 狼哥當老闆開店 爸爸你打錯次了 謝謝正人的行李箱 現在送我行李箱要 要幹嘛 要帶我出國 來電 來電九九 你的來電 謝謝追蹤 就是對今天雖然吃的方面是蠻幸福的 不過有點 有點好笑就是 就是我居然完全沒有發現 就放在我的門口 然後我還白跑了 白跑了兩趟 而且因為 他為什麼近的來 是因為 剛好六點半的時候 是我們家垃圾車來的時候 所以他應該就是 趁垃圾車來的時候 跟著 就一起上來了 然後他走的時候也沒有關門 然後我跑了兩趟之後 才發現在我家門口 所以我把餐點拿進我家門口之後 我又跑下去關門 我想說一定是乾那個外送人沒有關門 要關門啊 所以我又跑下去 所以我今天爬了30層樓 就為了拿這個外送 就為了拿這個外送 謝謝追蹤 而且我跟你們講我出去拿的時候我還 我還被蜘蛛網網住 我還被蜘蛛網網住 不過其實我今天叫了兩次外送 因為我家衛生紙沒有了 所以我有就是 晚餐之前我有在叫另外一次外送 就是買名聲用品 買了一些罐頭 就是魚罐頭還有玉米罐頭 還有衛生紙這樣子 因為499就免運了 所以我其實下午就有叫過一次 然後對是下午的那一次喔 我 外送人到了 然後我就去拿 結果我一出門 我被蜘蛛網網住 我真的是每天都跟這什麼生態系共存 這幾天沒有 真的沒有 因為我家是在頂樓 5樓是頂樓 然後我想要奶奶上一次走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今天是禮拜一 所以奶奶 奶奶是 禮拜 欸 奶奶是禮拜六 禮拜六的早上的時候走的 也就是說在奶奶禮拜六早上走的時候 我們 就是 這一棟就再也沒有人出沒了 然後我也沒有出門 所以 也就是從禮拜六的早上到禮拜天 然後禮拜一早上 所以大概有兩天半 到三天的時間 沒有人經過 對 所以就只 而且是超大 超大一個網 就是我之前可能是 身體的這邊 就是被幾條蜘蛛網住這樣子而已 我今天那個一出去 就是 就是 就是這麼大 是大範圍 可是我沒有看到 我沒有看到 可是 就是大範圍我感覺我整個人 就是 身體都是黏黏的 超噁心的 那個蜘蛛網 然後 還好不是外送員上來 不然外送員被蜘蛛網 網到 我會覺得很可憐 直接網住蜘蛛 我都整個被 就是 直接這樣子 在樓梯前 就 就會網住啊 很噁心 還好 我力氣打 掙脫得開 可是就很 很 很噁心啊 就是 我們家這邊 而且我跟你們講 我最近啊 我最近去 廚房的時候 因為我們家廚房是 在樓上 我最近去廚房的時候 我每次去的時候 都跟蜘蛛打交道 我每次要上去的時候 那蜘蛛都吵我衝過來 然後我還要 我還要讓他錄 我要上去 我還要讓他錄 然後他衝過來之後 會再衝過去 然後我要再讓他錄 然後我進到廚房裡面的時候 他也要跟我一起吵菜 我是覺得很煩 很煩耶 外送員送他 還被王族一定很可憐 我覺得現在外送員 已經夠可憐了 因為 這麼熱的天氣 最近的天氣 就只有兩種 一種就是超熱 大太陽 一種就是下大雨 然後外送員就是 在這種很極端的天氣 幫我們外送 真的是蠻辛苦 然後送到我們家 還要被蜘蛛王王族 那也太衰了 還好是我被王族 謝謝紅衣的豬豬女 你好 拿巨大蜘蛛王蜜蜂 王蜜蜂 王不住 而且就是那隻蜜蜂 我們家以前就很常有蜜蜂 然後 就是你看那隻蜜蜂在那邊飛 可能是在巡查地形 然後 我記得之前我們家就是有這樣子 一開始是一隻蜜蜂 然後之後你看到兩三隻 然後過了差不多一個月 你就看到一窩 然後一窩蜂 真的是一窩蜂 蜜蜂直接在我們家處蜘巢 受不了 然後後來 我記得以前還是 爸爸帶著安全帽 穿著雨衣 然後去把那個蜂窩摘下來 那是爸爸才可以這樣做 我們不行 現在如果要摘蜂窩 可能要麻煩消防隊了 我希望不要在我們家摘蜘巢了 真的是 蜜蜂也愛在我們家摘蜘巢 鳥也愛在我們家摘蜘巢 而且都摘很奇怪的地方 到現在我們家的冷氣機那邊 每天早上都有鳥 停在冷氣機的那個 就是冷氣機上面有一個遮雨棚 就是防止機台比較 就是讓它比較不容易壞掉 然後天天鳥都在那邊乘涼 然後乘涼乘一乘就算了 然後之前還在我們家冷氣機煮草 然後它我們夏天很熱開不起來 開冷氣機的時候 然後它就因為樹枝它插在那個 冷氣機外接的那個 就是散熱的地方 它插著然後沒辦法散熱 然後冷氣機就開不起來 氣死我了 謝謝小翔的一封信 我們家很設野生動物繁衍 我該不會也是 哪裡跑來的野生動物吧 長得奇奇怪怪 頭上還有耳朵 在家觀察神我不想 這是什麼特效 現在小翔的 八二五隱藏房 我是王 我是王耶 王不是那個嗎 是老虎 老虎頭上都會寫王 我是老虎不是老鼠 你看我今天是老虎 老虎也有耳朵 聽起來好像很恐怖耶 而且我今天一開門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很大隻的東西這樣衝過來 然後我以為什麼就是壁虎 但壁虎我還好 因為壁虎也怕人 可是超大隻 這麼大隻的壁虎 然後看到壁虎我已經就是心臟露一拍 然後那個蜜蜂就衝過來 而且連續兩天 因為我最近午餐都會去樓上煮 我今天是去炒飯 然後昨天我是去弄什麼 我昨天去炒茄子 我很喜歡 我真的很愛吃魚香茄子 我超喜歡 因為魚香茄子 這一道菜就很下飯 對反正就 我連續兩天都跟那個蜜蜂 打交道 然後又要被壁虎嚇到 然後我現在進去廚房 煮菜的時候 我都把門關起來 可是關起來很悶 就是煮東西的時候有熱氣 可是我如果不把門關起來 那蜜蜂就一直飛進來 那邊繞來繞去很煩 所以我就只能 就是很熱 但是我關著門在那邊炒菜 就覺得 我到底為何 這到底是我家還是他家 這蜜蜂把 把我家當他家了耶 真的是身上 真的是 有點不方便 雖然蠻大自然 空氣是還不錯 然後也 也不會有那個 就是 住在都市 會有那種車水馬龍 車子來來回回 噪音都沒有 但是就是很多昆蟲 是蠻討厭的 而且 昆蟲的話就是 像壁虎 晚上就會一直在那邊 噔噔噔噔噔 一直叫啊 然後早上雞跟鳥叫也是蠻吵的 可惡的蜜蜂 雖然 我家住在深山 我對這些 就是小昆蟲 見怪不怪 就是 還 不會到看到壁虎 就哇反應很大 什麼就是 他不會傷害我 我也不會傷害他 蜘蛛也是一樣 可是蜜蜂真的沒辦法 因為蜜蜂的話 就是即便我閃他 可是他有時候 就是會一直跟著人 有點 蜜蜂真的不太行 而且我一天也有被蜜蜂頂 而且我明明是對他沒有敵意的 只是不小心 誤入他的地盤 然後他就頂我 所以我到現在還 童年陰影 那也只能習慣 對啊 誰叫我們家住在深山呢 等以後有錢 看能不能搬到 都市去 我覺得住在鄉下蠻好的 但是是 適合老年 老年生活 住鄉下蠻清幽的 可是現在來說 我就是確實是有點不方便 可能我香香的 shy shine the nig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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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感 謝謝劍谷的楓葉 蜜蜂盯完人之後會死掉 對啊 他盯完我就死掉了 然後我也快死掉了 我也快死掉了 然後爸爸還幫我把那個 毒汁擠出來 然後 然後 清理傷口什麼的 然後再把那個蜜蜂掃掉 很恐怖耶 虎頭蜂很恐怖耶 虎頭蜂很大隻 不過最近看到在我們家 都是小隻的 我還好 虎頭蜂的話我不行 虎頭蜂太恐怖了 我記得之前 之前我們家蜜蜂很多的時候 我有跟你們說過吧 我們之前有一陣子 家裡蜜蜂超多 就是一次三四隻那種 就是快要煮 準備煮草了 然後我又 我們家廚房在樓上 我又不得不上去 然後我每天都戴著安全帽 進去廚房煮菜 因為 因為這虎頭蜂太恐怖了 欸這 夏天真的是 戴著安全帽在家裡 跟什麼一樣 很亂 而且真的很好笑 但現在我們家也沒有安全帽 因為家裡已經沒有摩托車了 我沒有安全帽 也不能戴安全帽 傳說中炸廚房 這樣就不怕炸廚房啦 戴著安全帽 多安心啊 最誇張的時候 我就跟爸爸親蜂巢的時候一樣 戴著安全帽 穿著那種 不能輕便雨後的那種雨衣 然後上去廚房煮菜 那我都覺得自己好詭異喔 沒有找人處理 因為有時候他自己就 久了他自己會搬家欸 對 可是如果真的太大的話 還是要找別人處理 防護衣 家裡怎麼可能會有防護衣啊 廚房不安全 對啊 就是一個生態系 真的是 我不敢自己停啊 太危險了 那種雨衣 只是暫時 稍微防護一下 只是 就是我們不要去攻擊他 其實蜜蜂也不會 攻擊人啊 就是 就是 但至少安心一點 因為蜜蜂在耳朵旁邊 飛的時候 那個嗡嗡聲 還是蠻恐怖的 有用但很熱 我覺得夏天帶著安全帽 冒進廚房本身就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誰能想像這種情況 那我們家 其實在我們家廚房是 外接的 有沒有 在外面 謝謝凱亞的 Kiss Juju Mina家附近是很多花嗎 也還好啊 可能是我太香了 我就是一朵花 不管夏天冬天帶安全帽進廚房都很乖 我覺得冬天好好啊 冬天至少保暖是吧 而且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喔 上次不是就是被炸肉的時候 我被那個油噴到我的腿嗎 給你們看 在這裡 現在看得到嗎 就是我現在貼著OK棒好像就看不太清楚 看不太清楚了 但這裡是OK棒 我不小心把水泡弄破了 就是昨天 我昨天不小心把水泡弄破了 我明明一直都很小心的 因為這個 OK棒是膚色的 所以可能看不太清楚 反正就是 我跟你講我真的很笨 那個水泡超大的 然後 然後 我昨天下午的時候 我昨天下午的時候我在讀樂理 因為我還蠻久沒有看樂理 想說 最近就是 就是 練吉他練差不多 就是也要看一下樂理的東西 然後我就在算那個陰塵 然後 太久沒看都已經快忘光了 然後我就在思考這個 陰塵是幾度 然後在那邊算你 然後我算的時候 我就 慣性的把我的手撐在我的大腿 然後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結果 結果我 等我想到時候 然後突然發現 欸 手怎麼濕濕的 那個水這樣子流下來 然後我就突然發現 什麼 不會是我的水泡吧 結果他真的破掉了 傻眼 他就破掉了 欸你們知道吧 有學音樂的人知道吧 那個 算陰塵那個好 超麻煩的 就是 就是 你要算 完全陰塵 大小陰塵 那個我算很慢的 然後我就在那邊 在那邊思考 然後 對我居然就因為算陰塵 然後害我的水泡破掉 然後我就趕快拿 生理食鹽水沖它 然後就拿ok縫貼腳 我不知道這樣處理方式 是對的嗎 我都不知道欸 超痛的 現在真的超痛的 算很快 嗨有沒有 可是我覺得這個應該沒有什麼快速的方法 就是要多練習吧 我算很慢 我覺得我太久沒看了 我快忘光了 我以前本來就算得很慢 然後很久沒看了 我現在這個 我又等於從零開始 只是稍微有個概念 複習的快一點 可是還是 現在還是算得很慢 算一算弄到水泡 對啊 就手就習慣這樣撐在腿上面 可是 我後來 我後來晚上的時候 我在練Bass 的時候 我就發現 還好我水泡弄破 因為我發現我練Bass的時候 我的那個琴也會 就是會壓到我的那個水泡的位置 可是 那時候已經貼著ok縫了 所以就沒事 所以我就覺得很慶幸 就是 我有先讀月裡 把這個水泡先弄破了 因為 如果我不是下午 因為我下午是用手 手 接觸到那個水泡 至少我的手還算乾淨吧 可是 你看如果是Bass的弦弄到那個水泡 是 更噁的 而且 弦會有一些生鏽啊 的問題 細菌可能更多 所以我覺得還蠻慶幸 是 就是是我的手把它弄破的 因為那個位置真的是很尷尬 就是真的很容易弄到 我前幾天都蠻小心的 因為前幾天都是 彈彈吉他都還好 可是彈Bass的時候 我很容易會壓到這個位置 現在開始好好照顧 我這樣子處理是對的嗎 我就生理時間水沖過 生理時間水沖過之後 我就用OK蹦貼起來 我有上網查一下這種水泡怎麼處理 然後 就說貼OK蹦是最好方法 說什麼用優點 反而就是 傷口會好 好的比較慢什麼的 所以我就 就這樣子 我也沒有把破掉的地方撕掉 應該不用吧 天天沒故意要弄破 是我自己太笨了 那個地方就是很容易碰到的 而且又很大一顆 博承端午節快樂 大家端午節快樂啊 不過我今天沒有吃粽子 粽子太貴了 我昨天有吃一顆 是奶奶公司同事給她的 是甜的這種 減重 差不多有意思一下就可以了 今天奢侈啊 今天吃垃圾食物也很快樂 喔真的月裡頭好痛 哈哈 哈囉鐘喵 鐘喵 你上次沒有來看我的直播 抓到了 你很久沒有來了 沒有用破掉很久 所以破了反而比較好嗎 扒出來開始癢就會塗蛋版 不知道我這個要多久耶 但我最近覺得有一點癢癢耶 所以七七蛋後來怎麼了 七七蛋後來拿去炒飯了啊 蛋炒飯 而且我跟你們講 我跟你們講 我好多事情要跟你們講 大家有看今天那個端午節的影片了嗎 我的IG有發 有發那個 栗蛋的過程 因為栗蛋的過程 那個 官方的影片被剪掉了 可是 我覺得還蠻好笑的 所以我就放上來 呵呵呵 就是 一個在家一直睡睡臉的 米娜 然後我跟你們講 因為我 我一開始拍那個 拍那個影片的時候 那個蛋是 就是 就是我家剛好剩三顆蛋 然後我就 我就拿出來畫了 然後拿出來畫之後呢 因為從冰箱拿出來 所以我在畫的時候 它就一直有水珠嘛 然後有水珠 所以我那個筆都畫不太上去 所以我一開始 拍那個照片 交給公司的時候 他們就說 因為那時候筆是沾到水 所以畫起來顏色比較淡 然後他們就 就說我那個可不可以重 可不可以重畫 就是重新交照片 因為好像拍起來 拍不太清楚這樣子 然後 可是我影片是前一天就交了 然後第二天工作人員還說 欸你那個 你那個照片的部分 可不可以重拍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那個 你七七的蛋還在嗎 然後我就 我就說 可是我 七七的蛋被我煮掉了 然後工作人員就說 蛤 爛爛爛 你可不可以重新 再畫一次再拍照這樣 所以我拍照的那顆七七的蛋 其實是我後來再畫的 就是 你們如果有看照片的話 跟影片的長不太一樣 那我有盡量 就是去還原它 但是就 就很尷尬 就是 就是我已經把七七煮掉 就我自己覺得 我跟工作人員講的時候 都覺得很好笑 就是工作人員說 Mina那個蛋還留著嗎 然後我就說 喔那個七七的蛋 我煮掉了耶 我把它吃掉了 我把七七的蛋吃掉了 我就覺得 天啊這怎麼對話 我為什麼要把七七煮掉 然後 那時候家裡就已經沒有蛋了 然後我還 就是奶奶超懶惰 然後我還要 拜託奶奶說 奶奶拜託你幫我買蛋回來 然後我就等奶奶 晚上回家幫我買那個蛋 然後我再重新畫一次 然後才能膠 然後才能膠 有人看得出來 真的假的 唉唷 逼不起來當然要吃掉 不是我要跟你們講 我又要跟你們講了 不是 因為我們這個影片 你看是今天上傳的 那今天上傳的可想而知 我們不可能是今天拍好 然後工作人員剪輯出來 當然不會嘛 我們就是提前幾天就拍了 所以也就是說 在我拍的時候 根本就還沒到端午節 而且我還是 就是晚上12點在那邊立蛋 就很好笑 這不是端午節 又不是中午12點 但這很難立起來 各位就立不起來 而且我還上網查說 就是怎樣可以 立蛋立起來 然後人家說端午節中午12點 是因為 就是反正有什麼原理 就是會比較容易立得起來 那如果平常你要立的話 在桌子上其實幾乎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 建議就是 墊一張衛生紙 就是 會比較容易立 所以我立的時候 我還有特別墊一張衛生紙 在這邊立 結果還是立不起來呀 這不是中午 沒辦法 中午只好扮演 而且很好笑是 因為我那時候拍影片嘛 然後 因為工作人員是 公司的指示 是說背景要前射的 然後因為我們家這沙發顏色又比較深 所以我還把 我還把沙發搬到那個牆邊 可是 就是 只能這樣子 就很勉強的拍 所以大家看到影片中 那個沙發就是露一小腳 可是背景在這裡 就是很柯難 在我們家真的超小的 寬就是這樣子 你看那沙發推到旁邊都還是被拍到了 就是 就是 我們家真的很小啦 真的已經推 旁邊已經是牆壁 已經推不過去了 反正就 就是 就這樣子拍 然後 真的很可難 然後拍立彈的時候 那我剛好 剛好發現 我本來是想要跟大家講說 欸 你看我現在居然 人家中午12點立彈 我居然就是 快要晚上12點在立彈 結果 拍的時候 就 因為我拍第一次NG了 沒有講好 然後拍第二次的時候 就真的剛好 沒有故意說 欸是真的剛好晚上12點整 在那邊立彈欸 超巧的 有衛生紙還是失敗了 七七不會倒立 七七不會倒立 而且大家知道嗎 因為 因為七七是個雞蛋臉 所以我畫的時候就是 是把蛋 就是 我不知道蛋怎樣算正式方法 這是 尖的朝下 這樣子 那立的時候當然是要 圓的朝下比較容易立 所以 所以就讓七七倒立 結果我不知道七七不會倒立 難怪立不起來 為什麼掉袋子掉一邊 這叫 Fashion 懂嗎 只是 是 比較俏皮的感覺 今天這個衣服很可愛吧 這個是 司馬捷的 晚上12點立彈 聽起來 拿耳鳴就很正常 謝謝中央的熊抱啾啾 是七七的錯 對啊我不知道七七不會 不會倒立 欸人家不是說 在晚上12點的時候 削蘋果 然後不斷就可以看到自己 未來的白馬王子嗎 所以晚上12點立彈 如果立成功的話 可能 可以 可以幹嘛 也可以看到嗎 也可以看到 欸 沒有 立彈感覺可以看到 感覺可以看到前世喔 因為這立彈比較是中國傳統 12點落立彈成功 可能可以看到 你前世的樣子 可是我歷史報說 我沒看到 我不知道我前世怎麼樣 也太可怕 拿會啊明明就很棒 君の真真真世界僕は 蛤 柏伊要準備期末 現在還要準備考試了 我 我的前世是大柱 亂講話 誰跟他一樣 大柱都不喜歡跑 跑滾輪 不是最近買了 跑輪給他嗎 結果他都沒跑幾次 我很難過 我還花錢給他 發現前世倒了一模一樣 前世就是隻老鼠是不是 所以這周原來是考試周喔 難怪 大家感覺比較忙 考試要加油 Mina幫你們加油打氣 加油加油加油 Fighting 考完試之後 再見 Give me fight 大柱是軟爛的 大柱是軟爛的啊 他跟奶奶很像 大柱跟奶奶很像 都很軟爛 考試加油 不要裝了 壓壓 你又不是 你又不是學生啦 大柱老了 對耶我也覺得 大柱其實真的 以鼠 以鼠來說 他算蠻老的 有時候都不知道他能 他能活多久 有點擔心 一堆不是學生的 我們在那邊假裝 裝衣物器耶 你們 好啦不是考生的 加油 努力上班好嗎 我想要補一下床膏 我嘴巴好乾喔 我想喝水 不是學生也要考試 要考什麼 績效考核之類的嘛 沙發大柱變沙發馬鈴薯 不讓他當沙發馬鈴薯 因為我上次讓他在沙發爬一爬 他就自己跑到掉下去了 所以我不給他在沙發爬了 不是學生可以考國考 那要幹嘛 考了要幹嘛 最近很喜歡塗這個 因為 他亮亮的 就不會很乾 謝謝浩浩的Kiss豬豬 等一下喔 塗到外面了 還是要給醫護人員加油 大家都要加油 醫護人員要加油 大家也要 就是努力撐過這段時期 謝謝中央的豬回你 謝謝博程的Kiss豬豬 要衝個墊 欸 怎麼插不進去 嗯 等一下喔 好啊 謝謝 阿奇拉的小寶豬豬 謝謝小巷套親我 嗯 豬豬你 謝謝 蘿莉朗的豬豬鳥 大家好 大家都那麼喜歡豬豬 嗯 多意也延期了 沒辦法現在是 非常時期 大家都要 加油 謝謝博程的Kiss豬豬 熊換顏色 對啊 因為我今天穿粉紅色 所以熊熊也變粉紅色了 沒有 浪應該沒有那麼智慧 謝謝瑞龍的Kiss豬豬 哈囉 靈靈的保溫品 晚安 日檢要去退費 喔 日檢也取消了是嗎 直接取消沒有延期 多意多考無異 還是有異啦 那個 要求職考試的話 多意成績還是蠻重要的 對不起我今天喝可樂 我一直想大哥 哈哈 要報日檢還沒有準備好 就沒有報名 每次要報日檢 你都覺得沒有準備好 因為範圍太大了 永遠都覺得準備不了 謝謝茄子的大聲說愛你 沒關係這樣多給自己 一點時間也比較好 反正 已經不是學生了 考試也沒有什麼壓力 像以前我去考檢定 也都是因為求學需要 需要那些證照才去考的 那像現在已經不是學生了 所以 就是自己覺得想 測測自己能力在哪裡吧 才會去考 日檢是拼運氣的 蛤 我覺得 好 我不太知道耶 但是我 我每次去考的時候 都是我覺得我準備好了的時候 才去考的 日檢是直接取消了 喔日本也取消了就對了 日本也會考日檢 N1要念書 N1的詞彙很難 我最近還在複習N1的詞彙 也不算複習 我覺得好多詞對來說都很 都很新 我之前 因為前一陣子真的太忙了 已經很久沒有在碰 日文還有樂禮這方面的東西 所以最近都 就是每天都很努力的在看書 音樂方面 語言方面 英文也會看 然後琴也是要練 然後吉他跟Bass也都要練 因為不練吉他怕剪會消失不見 所以就每天都很忙很忙 但是很充實 謝謝壓壓的熊抱 啾啾 全世界都同一天共同考題 原來是這樣子喔 最近很努力練日文聽力 日文聽力不就是看日劇或動漫就可以練的嗎 阿拉伯文有看嗎 沒有 但我最近有想要複習一下 蘆文或西班牙文 謝謝熊熊的熊抱啾啾 之前有說想要直播跟大家一起複習啊 但我最近 就是看樂禮跟日文已經忙不過來 所以暫時就還沒有去看 蘆文跟西文的部分 不過有就是整理筆記的時候 有稍微看到一下以前做的西文筆記 然後看到之後就覺得 我以前學這麼難的東西嗎 我現在都 那個文法 我已經拼不出一句句子了 我以前居然 我以前居然 寫得出這種句子 我現在真的已經 忘記了 只記得自我介紹 Yuso Amina DANIEL FINDY FINDY ANNUS 但是那時候20歲 我現在24歲了 24怎麼講 FINDY GUADRO FINDY GUADRO ANNUS ANNUS 搞混了 西文跟蒲文搞混了 有空再來複習 真的 這學態跟語言 真的搞混 沒有 我記得西文是ANNUS 蒲文是ANNUS 蒲文是ANNUS 謝謝爸爸的起飛吧 粽子君 起飛吧 謝謝爸爸 謝謝 起飛 拿出以前數學獎也會想到 自己當初怎麼會寫 真的太久沒有看了 真的會忘記 所以 起飛 我們現在要起飛 謝謝爸爸 所以 真的是 學了沒有用 真的是 現在年紀越來越大 能記住的東西就越來越少了 然後每個語言都只學了一點點 就 那時候西文上了兩年 但是 我覺得 我西文上兩年 跟蒲文上半年 學到的東西是差不多多的 跟老師的教學方式有關係 現在蘿莉朗的啾啾你喔 因為那時候教西文的老師是一個 他的 他之前在西班牙讀書 然後個性就是比較 大辣辣一點的 對 所以他教書其實就是 快樂開心 然後同學我們今天一起來做西 西班牙燉飯 西班牙燉飯 然後這樣一節課 不是一次是上兩節課 一次兩節課 然後都在做那個燉飯 然後做完大家一起吃 就是一節課就結束 就是哇 然後今天我們一起來聽西文的流行歌 然後哇 每天都很開心這樣 然後打折也一節課 就是 兩年可在學的東西 這 跟我蒲文的那個老師是一個 是一個中國人 然後他上課就是 比較有系統嚴謹的那種 當然我比較喜歡嚴謹念的方式 因為 我這樣我比較學得到東西 但另外一個老師 就是教學方式不同 就是比較輕鬆 大家都很開心 但是 就 學到的東西會比較鬆散這樣子 別人家政客 沒有常常做 沒有常常做燉飯 就是 學期末的時候有做過 然後平常上課方式也是比較輕鬆這樣子 就是跟老師的 教學方式跟老師的個性有關係喔 直接沒有上到課 但是可以 老師常跟我們分享 他在西班牙讀書的時候的一些 一些經驗啊 所以聽的時候也是覺得 喔 蠻有趣的這樣子 你們的西文老師很無聊喔 我們西文老師是蠻 蠻劍坦的我覺得 就是講話什麼也蠻大聲的 謝謝鴨鴨的 端午隱藏白 高中很多外師都這樣子 就是 其實國外教學好像都是比較輕鬆一點 但是中國 中國人 就是台灣的教學 通常都會 就是時間逼得比較緊 然後包括我們的上課 時長也都 比國外長很多 就是蠻辛苦的部分 這是什麼啊 好好唱 滑龍舟 滑龍舟 滑滑滑滑滑 滑龍舟 這是什麼 好可愛 我也很配合特效吧 謝謝小翔的 極速滑龍舟 好酷喔 而且這個特效超久的 我剛 滑超久 好酷喔 好酷喔 很好笑 而且我 怎麼配我今天這個什麼春麗頭 還蠻適合的 好好笑喔 為什麼我那麼適合 謝謝 謝謝小翔 這個蠻有趣的 好玩耶 謝謝 謝謝Q 的船獎 對為什麼那麼適合我 我是龍舟頭 原來我今天髮型是龍舟頭 其實我是龍啊 我是龍來的 龍的船人 我是龍的船人啊 龍的船人 不是阿達 那是李小龍 龍的船人要講什麼 龍的船人要講什麼 不知道 我就在亂講話 不知道龍的船人要講什麼 我是龍的船人啊 我是龍的船人啊 我是倉鼠界的龍 當然我是倉鼠界龍頭 不是水龍頭啊 是真的龍頭 走在很前面的那種 尖端的那種 龍的船人是一首歌喔 所以沒有人是龍的船人 還是王力宏就是龍的船人 倉鼠龍的船人 快放我出去啊 快放我出去 我想出去 水龍頭 我還真的是 我還真的是水龍頭 我還真的是水龍頭 眼淚開關一打開 就停不下來了 我笑個水龍頭 要爆哭 謝謝羅莉亞大張旗鼓 我真的是水龍頭 而且我要跟大家講 我要跟你們講了 真的星期一話 真的是特別多 太久沒跟你們說話了 就是因為前陣子 不是我老婆 我老婆 不是我老婆 我前妻 新元節不是嫁人了嗎 然後我就一直想說我要回去看他們的 愛情紀錄片 我要回去看他們紀錄片 然後我終於今天有空 然後我就去看了月星交期的第一集 我今天看了第一集 然後 從前面都很 都很 有人跟我一樣嗎 就知道 新元節結婚消息之後 然後回去看月星交期 幹嘛那麼自女 沒有就是 不一樣的感覺啊 一開始看的時候 會覺得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多拉 可是 可是現在 已經知道他們結婚之後 就把他當紀錄片 再回去看一次 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就這麼想 然後呢 我前面 因為前面都先演 會先演前演那些 然後都正常 就是 還是 就是 蠻期待 就是第二次看的感覺 會是怎麼樣 然後結果 前面大概演了五到十分鐘嗎 然後就 開始 然後就唱那個 前面前 前戲演完之後 就唱那個主題曲 然後我就 然後就 我就開始哭 因為 因為歌詞就是說 你看看 未來的我 你看看 然後我就想 誰知道他未來就 就跟新演員結婚了 然後明明那首歌 就那麼快樂 對不對 然後他一唱那個 然後我就開始哭 然後就看著 新演員結就是 那個新娘的樣子 然後這樣笑得很差 然後我就更想哭 然後到他整首主題曲 我就一直在哭 我就覺得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哭 我本來以為 我已經沒有牽掛了 但是我 我不知道 我的心情有點複雜 明明他結婚 我應該要替他開心 對不對 可是就可能有點像 老媽媽 老媽媽看著這個女兒 嫁出去的時候 也是會想哭 就是 我覺得我希望他幸福 但是又有點捨不得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麼心情 但是我就 我就 我就好難過 我就忍不住 我就開始哭 對 天台 哈 不是我真的不知道 有嗎 有沒有人回去看月星交期的 老母親淚流滿面 對 那首歌怎麼 本來以前看那麼歡樂 怎麼現在會這樣子 我不知道 新元節真的是 這是我前妻 奶奶看到一定死了眼 對 還好今天奶奶不在家 還好今天奶奶不在家 對 我怎麼會這麼難過 可是重新看了之後 真的覺得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感觸 一個就是他會成為月星交 其實因為他 他 就是 就職一直失敗嘛 就是 找工作方面不太順利 然後又被 又被裁員 然後我看的時候就有點感慨 然後 雖然說裁員的原因是說他 學歷太高了 所以被裁員什麼的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現在看很有感觸 有感觸不是因為我個人經歷 而是想到我們公司的工作人員 就是 就是包括上司常常會 就是 叫他做額外的事情 比如說 欸你幫我洗這個杯子 或什麼 可能 戲劇演得有點誇張 但是現實中 確實老闆會很常會 要求員工去做 原本是沒有在契約上面的東西嗎 就是 包括奶奶 他也很常 對奶奶其實也很常跟我抱怨 就是說 他明明就是做服裝助理 可是公司常常丟雜事給他去做 所以他其實一直在說他想要離職什麼的 所以 欸最近奶奶 就是 真的一直在抱怨 他說他真的快待不下去現在的公司了 然後我在看 我在看月星交期的時候 就是 就是 Mikuri上的經歷 然後就覺得 其實 包括公司的工作人 他們也是很辛苦 你看我們有活動的時候 他們還不是跟著我們 從早到晚 而且他們是每天都進公司 我們是 有活動的那幾天在就好 所以就想一想就覺得 就是當一個上班族真的好辛苦 然後 然後主管又很機車 就是要你改一個 改一個東西就是要你馬上改 然後 要求很多很多 然後就看了就覺得 我就覺得 嗯 如果我現在是當一個上班族 我可能也會經歷這些無奈吧 就覺得職場其實也是蠻 蠻辛苦的 就看了之後就覺得 很感慨吧 錢不好賺 對啊 我覺得 相信粉絲當中的大家也很多 很多人也是 就是生活上 工作上都有很多的壓力 所以 所以還是需要偶像來 幫你們打打氣 不然 日子真的是過得太辛苦了耶 說多了都是累 我逗我逗 員工跟老闆都是兩個事件 所以 看前面這一part的時候 也是覺得很有感觸 所以最後他就去做打掃 你看 明明一個研究所畢業了 結果去跑去打掃 但是這樣子的狀況 雖然他只是一個戲劇而已 可是 現實生活中 是真的有很多這樣的狀況發生 甚至有很多 台大畢業的高台生 也沒有說很多 但是有看過 畢業的高台生 然後可能去 就是 賣雞排啊 創業啊 就是 做的東西 跟他以前讀的書 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非常 多人都是這樣 然後就有點感慨 就是啊現在這個社會 真的就是 很多人都是身不由己 只有 有 非常少的人是可以 堅持自己的夢想 所以看到這邊的時候 就是有點 有點感慨 謝謝 準準的熊抱 啾啾 啾啾 楊熊為什麼要道歉 難道你就是那個 該死的主管 想自己出來創業當老闆的也多 其實我自己想了一下 我 讀完大學畢業 我其實 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我甚至 有想說 我也有想過 還是我就去打掃廁所 我覺得去掃廁所也不錯 就是做打掃清潔工 薪水也蠻高 而且我也不怕髒 不怕苦 其實我有想過 因為反正對我來說 只要能夠賺錢 我要做什麼都可以 因為什麼苦沒有經歷過 當初公司那麼多問題 前公司出那麼多問題的時候 我也是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我什麼都可以做 我也可以去掃廁所什麼的 太浪費才能了 但是 我就覺得 大家也不要覺得說不可能 就是 可以當作是 臨時 臨時 找不到工作的時候 暫時去做的 東西 有時候會看到 謝謝孝賢的 朱比特火箭 謝謝 謝謝孝賢 朱比特 雖然今天是端午節 現在是端午節 現在是端午節 可是送你你愛心 謝謝 什麼是不是聽到明娜要去掃廁所 捨不得 但我真的有想過很多我的出路 我覺得 因為有時候會看到一些社會新聞 就說 沒有錢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有很多種 很多種下場 但是我就覺得 我應該不會到那麼長 因為我做什麼都願意做 有些人是 有些人是不願意屈舊去做那些比較 別人覺得看起來比較低賤的工作 但是其實只要肯做的話 就是不至於會到沒有錢 只是說賺多賺小而已 今天也是啾啾請 是嗎 今天是嗎 知道舊公司是 倒閉是什麼反應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什麼反應 應該大家都是傻眼吧 我知道舊公司倒閉的時候 我馬上想說 不行我要趕快去找工作 然後我就 我沒有時間在那邊難過 我就馬上上網找工作 然後第二天 第二天 真的是第二天 第一天投閉 第二天就說我可以去做看看 然後我就 然後 然後我就第二天馬上就去 沒有第二天好像第三天 第二天收到通知 然後第三天的時候去 去那個麵包店這樣 因為我知道我不可以 一天沒有賺到那個錢 因為我真的會很慘 就很快啊 我也覺得那麵包店 那麼有效率 通知的很快也不錯 因為有些人丟履歷你知道 然後都很久才回復 那那時候其實我也找了好幾家 兩三家吧 那這家就是 回的很快 其他的後來其實好像也沒有 也沒有回 也沒有回應了這樣子 當時沒有 我沒有到驚訝生氣啦 就是 事後你叫我再想 我會覺得還蠻生氣的 可是我當下 第一個反應就是 我要趕快賺錢 我要趕快去找打工了 我要找工作 不然這樣不行 這樣我在台灣 沒有生活費不行 趕快要去找工作 沒有心思想其他的 行動派 也不是行動派啦 就是 為了生活 所以我就說我真的 不管做什麼都可以啊 當時那個情況 你要我去掃廁所 我也是可以去掃的 反正我以前 在學校也是負責掃廁所的 我沒有什麼不能做的 而且我突然想到 我之前不是去當志工嗎 然後那時候是 疫情沒有到三級那麼嚴重 但是就是要戴口罩的時候 然後呢 那一天其實就是陪老人家去 去 我們那時候去了 科教館餐館 因為老人家他們一台 一般 比較沒有機會去接觸 那些 比如天文館那些東西 對他們來說 哇 裡面有很多可以自己動手DIY的東西 他們老人家會覺得 哇 很稀奇 很有趣這樣子 然後去植物園 帶他們周周看看這樣子 那 那時候我記得中午的時候 吃飯的時候 那吃飯要脫口罩嘛 那我吃飯 我一脫口罩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是一起吃那種 有點像是桌菜 是吃桌菜那種 結果我一脫口罩 然後 然後同一桌的那個 其他的志工 其他都是阿姨們喔 然後他們一看到我脫口罩的時候 他們就 他們就 驚為天人 真的 真的他們反應很誇張 他就 我們這裡面怎麼有個 這麼年輕的妹妹阿 你從早上就一直跟著我們到現在嗎 可是 因為我可能早上都戴著口罩 所以他們不知道我年紀很小 這樣 然後我一脫口罩的時候 他們就 不是好圓好不好 不是好圓 所以他們就說 怎麼這裡有個年輕的妹妹 你早上就在這嗎 我就說對啊 他說 我好像看過你喔 你是不是有在做那個直播 然後我就 我想說不會吧 怎麼可能認識我啊 而且阿姨一定不可能有在看直播 一定沒有在這裡面 然後他就說 我好像有看過你 是不是有上過電視那個 然後我就說 嗯 沒有啦 沒有啦 然後他就說 不會阿 我覺得我一定有看過你 因為我兒子他們都有在看直播 哈囉這裡有阿姨的兒子嗎 之前我們就是有跟你媽媽一起去植物園 跟那個天文館啦 對 可是我覺得沒有 因為 我覺得他一定不認識 因為 因為現在做直播的人太多 然後我就說沒有啊 沒有 沒有 就是 就是這個 一般人 然後平常都在玩樂團 這樣子 玩樂器 玩音樂的這樣子 世界太好 沒有我覺得阿姨不認識我 可是 就是他們的反應讓我覺得好可愛 就是 跟著一整個上午都沒有發現 然後 然後吃飯的時候脫口罩說 欸 我們為什麼有這麼年輕的妹妹 然後 就是 那麼年輕的小姐喔 然後我就覺得 阿姨的反應很可愛 極力否則 沒有我真的覺得阿姨只是隨便講講 因為我現在在路上有時候遇到 一些推銷就說 唉唷我看過你喔 你是不是有在做那直播 我想說 我想說 是不是看到每個就是年輕妹子 好像還會打扮就說 你是不是有在做直播 因為現在超多直播主 大家隨便在家都可以直播啊 然後每個看到就說 我看過你喔 你是不是有在做直播 就很像以前人家那種搭話 就說 喂 你知道我是誰嗎 阿明嗎 對對對 我就是阿明 你想起我了是不是 我跟你借一百萬 沒有啦 就是 現代人 現代人的套話 你是不是有在做直播 我看過你喔 這樣 然後十個可能就還八個正 阿明 沒有就隨便舉例 小明也可以啊 小明也可以啊 你好像我的前女友之類的 誰會這樣搭話 但我真的覺得當直播很好玩啦 就是 就是多了蠻多的樂趣 然後剛才不是說到看 看月星交期 就 第二次看的時候真的覺得 就是想的東西都跟 跟以前很不一樣了 就第二次看的時候心情多了一種 有點 有點複雜 有點複雜的感覺嘛 然後又有點 有點 覺得阿對 現代的一些 現代的一些 壓力什麼的都有 現在一直想著我老婆變別人了 真的很難過喔 我的天 謝謝博承的耶 新迷霧 一種滄桑 對我怎麼會有這種 百感交集的感覺呢 我沒想到 我知道星人結束 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超級重要的 超級重要的人 就是真的我 讀日文 一些我學日文什麼 一切原因都是因為他 但我沒想到就是 就是他結婚這件事情 我可以 這什麼時候結婚 就是 這件事情我可以 shock已經一個月了嗎 我怎麼可以一直震驚到現在 我還會想哭呢 我怎麼會 我怎麼會這樣子 你哪結婚記得開前男友做了 什麼沒有前男友好不好 那不是阿龍嗎 阿龍是誰 阿明又是誰 把我領進坑的人 真的是 欸我想知道大家 如果在 在follow team TP的大家 其實也會 也會follow本家對不對 就是不會只看TP 就是兩個都會看的 對嗎 人家還沒登記 可是其實 其實人家也差不多到了那個 試婚年紀了阿 你哪第一次有失戀的感覺 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我是什麼心情在哭的 我是在哭幾點 你們只有看TP 欸我今天就一直想 就是有想要在直播問你們這個問題 但我有點忘記為什麼我要問你們這個問題 我今天一直想說我一定要問你們這個問題 但我忘記我問這個問題是為了 為了得到什麼答案 但我剛剛就先問了 但我忘記為什麼我要問這個 TP是你第一個留意的數字 數字 TP是英文字母耶 我記性很差喔 我問完之後我忘記為什麼我要問你們了 我還有很多機會 好等我 等我想起來 我在 我在跟你們說 數字團 數字團是什麼 我只知道飯糰 數字團 數字團 我只知道飯糰 我想起來我要問什麼了 就是我最近也是在看一些AKB前輩的表演 然後我就發現 我想問大家 因為如果有 有在follow本家的人 就是本家裡面還有 像我這樣子 就是 走音樂系 音樂 音樂 音樂系 算是音樂系嗎 音樂路線的嗎 因為其實在我印象中 印象中 我只知道兩個前輩是 走這個路線的 那一個當然就是三本才前輩 就是 我後來發現好像是不是 就是 以前有這樣子的前輩 但是現在好像比較少 比較少 這類型的 現在有 那可以推薦我嗎 我想去看看 我想去看看 就是 現在在團內的 長久靈奈我知道 我剛才就是說 三本才跟長久靈奈 那現在有 還有 還有哪些前輩啊 就是那種 可以自彈自唱的人 喜歡樂器跟唱歌的 可以介紹我認識嗎 我覺得我要找 我要找心愛了 所以 對啦 我想起來我要問大家 是因為我希望大家可以 推薦我一些 就是音樂才女 不是 三本才已經畢業了 就是除了長久靈奈 跟三本才之外 就是現在在AKB裡面的 對 哎呦大家都一直跟我說 畢業的 我就是 就是我知道畢業的 這兩個前輩 那我就是想問 現役有沒有 因為我可能 沒有你們那麼 那麼厲害 那麼熟悉 本家的前輩 現役的沒有 因為我最近其實在想 就是我這麼努力的 因為我最近真的很 就是在音樂方面 我真的想要再下更多 功夫 然後 讀樂裡的時候也覺得好辛苦 但是我就 就是覺得努力好像 然後 可以得到一些什麼嗎 然後就在想 欸有沒有前輩 也是走這個路線的 然後 因為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以後會怎麼樣子 所以才想說 有沒有前輩 可以 就看看有沒有前輩 也是走這個路線的 秋極優華喔 我去查看看 創作型 不一定要創作型啊 我覺得 自彈自唱就算 就算不錯了 南部的歌會彈吉他唱歌 就有剛變 蛤 好殘念喔 但至少現在 AKB裡面 不一定AKB自團 HKT也可以啊 裡面還是有這樣的成員的話 也 也不錯 我可以去follow一下 至少有一個 努力的目標的感覺吧 就是雖然作為偶像 但是 音樂方面努力 也是可以被看到的 喔對 因為我最近有點覺得說 自己是不是一直努力錯方向 其實本家根本就沒有這種 那麼執著音樂的人 然後我一直 一直這麼努力 但結果什麼都沒有 就覺得 有點覺得自己有點沒用 有點想哭 沒有要哭 沒有要哭 對啊 所以想說 有沒有哪個前輩 是可以讓我就是 參考的 因為感覺有點 路線有點跟大家很不太一樣的感覺 齊騰羊排喔 也是現在的是嗎 好 我去查看看 喔 板道也有嗎 板道的也可以啦 都是偶像的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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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忠友要愛兔兔 你要最近 怎麼講呢 在家 待久了 開始忠友有時間去弄一些自己一直 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包括音樂的方面 什麼的 然後 但又有點迷惘 努力這個方向是對的嗎 小鈴遊移喔 好 我也可以去看看 又想中想西了 因為還是會懷疑啊 然後我最近還去看 看很多 就是 就是 蔡依林的一些片段 就是 人家為什麼可以成為 天后 就是 為什麼人家當年可以這麼走紅 為什麼我們 已經那麼久了 已經快三年了 然後 然後 就是還 一事無成 就有你們這些粉絲當然是啊 但是就是 就是還是很少人知道我們 就覺得我們是缺乏了什麼嗎 然後 然後就就看 看了很多 騙道 就是 人家都說蔡依林是 實力派的 就是他現場都是 都不是唱對嘴 都是 就只有卡拉跟唱的 然後又可以很穩 然後人家就會說是實力派 那我們團的話 就常常會被說 啊都只是對嘴啊 都唱得很爛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 就覺得 很不喜歡被別人就是 就是貼這種標籤就是 喔我們不會唱歌 我們只會賣萌的這種 然後很愛哭 沒有啦沒有愛哭 愛哭是只有我 但我現在沒有要哭 眼淚沒有滴出來之前都不算哭 沒有沒有滴出來你們看 沒有哭 要走紅基因也很多 對我 我也有看到這個 網路上也是說 不知道是誰寫的 反正 大概也是某某製作人 然後就說 台灣 現在沒有辦法像以前有那麼 厲害的 藝人的原因 其實感覺就是 當偶像的話 好像 基因也是蠻重要 有時候就是 你是需要一點運氣才能走紅的 然後我就在想 我們等得到這天嗎 我們等得到這天嗎 每個人都有黑粉 我不是因為黑粉才這麼想 是我自己這麼想的 因為我不想 一直 不想一直沒有進步 怎麼應該說即便有進步 就是 肉眼上看得到的粉絲量 並沒有 增加特別是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真的是 不行喔 真的 憋不住想哭了 啊不行流出來了 為什麼 為什麼又變酷酷台 不行 等一下 水龍頭的團人 對啊 我真的是水龍頭的團人 很愛喔 反正就 千年安年的Kiss珠珠 我們的形象沒有很好啊 很多人都 對我們很沒興趣 對不對 只會賣萌 什麼什麼 好沒事了 沒事了 謝謝Maphew的掌聲鼓勵 謝謝米酒好憂傷 謝謝國力郎的熊抱 謝謝中英 笑了 沒有哭哭啦 就是剛剛 突然情緒來有點 忍不住 但我們又很難過 只是想到時候 迷惘還是會有一點 難過 因為她看不到Mina的 你看為什麼會看不到 但我覺得最近台灣的女團有越來越多啊 每次都只注意討論區負面的嗎 蛤 什麼討論區 我沒有看什麼討論區 只是我自己在想而已 我沒有 沒有什麼酸民也沒有黑粉 不是我們根本沒有紅到酸民跟黑粉要來討論我們好不好 因為沒有熱度 是我自己在想 因為沒有最近真的 不是最近 是真的今年一直以來都沒有什麼 粉絲數都沒有什麼增長 關注數也很低 熱度也很低 所以我才這麼想的 並不是 並不是有酸民或黑粉 我們根本不只得 不是不只得 是酸民跟黑粉根本不會去討論我們 所以不要再怪酸民跟黑粉了 跟他們沒有關係 是我自己在想而已 為什麼你們都要覺得 所以是我看了什麼負面評論才這麼想的 不是假想黑粉啊 就是 就是本來就沒有粉絲啊 不是沒有粉絲 沒有增加 就是現在有你們 但是一整年 不是應該說兩三年下來沒怎麼增加 我們現在就是一個小小團 講出去 AKB48 TimTB 然後大家就 蛤誰啊 不認識 一個都不認識 這樣子 沒那麼有機會 有點感覺就是 一直在自己的小圈圈裡面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生氣 因為這是 這個是現實的 本來現實面的東西就是這樣子 真的我們並沒有儲存 真的是這樣子 很多人都是因為本家才知道我們的 要慢慢走就是去 對啊 只是就是要 要多少時間才夠 對不對 羅力量本來不是48個粉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也以為是耶 台灣的野藝圈 大家好像比較喜歡那種 比較 韓系一點 成熟小姐姐的感覺嗎 我也不太知道耶 當然也是有 有小部分喜歡日系的人 當然就是這個市場 現在嘛 現在他韓的人比他日子多 所以 我們就是變成了那個很小眾的部分 韓哥本來是放早安的 喔 早安不是 不是很久沒有出現了嗎 所以就是 生不逢死 只能這樣說 如果我們在早 在早20年出來可能有機會喔 可是我出生的太晚了 現在喜歡Youtube 喔對阿Youtuber 大家都 大家都喜歡看Youtuber 我自己也很愛看非洲小孩 早20年的Mina 對啊 早20年的話 可是不行耶 早20年的話 我可能就沒那麼有特色了 因為以前 20年 20年那時候是 黑社會也有那麼久嗎 15年啦 可能15年 那時候已經有丫頭了 我都 這樣子重複心太高 都沒有什麼有趣的 就不特別了 每個人都有自己出場的機會 每個人都有自己出場的機會 希望 有那一天 沒有的話 對我為什麼會講到這 我就想如果沒有的話 我可能就去掃廁所了吧 我也不知道我以後要做什麼 我去掃廁所算了 不是我去打掃人家家好了 脫色會是2005 現在是2005 那差不多15年 黑社會那時候很紅耶 米娜的特色 為什麼有春狗多多啊 怎麼大家還有春狗多多在 春狗多多是都在潛水是不是 突然 突然就留言了 這邊真的 到底有多少人都在那邊 給我潛水 都不 都不留言 硬要逼得我這老人家 哭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才要給我留言 米娜特色喔 我覺得就是 反差吧 就是我的外表 我的個性都是比較 傻呆呆 給人家感覺可愛可愛 但是我其實是 就是 玩音樂的時候 是跟平常很不一樣的 就是我自己看我唱歌的時候 表情跟平常完全不一樣 平常就是這樣 就很呆啊 可是我 進到音樂世界 就會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就是 就是 就是 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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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有的 特有的特色吧 優姐晚安 自封自己的廁所女神 誰 詩雅 Nina講話很有綜藝感 蛤 你說我被蜘蛛王王住嗎 這不是綜藝啊 這是真的耶 是我們家這個 山上你知道太多 太多東西了 不是綜藝感 是真實發生的耶 真實的 POP駐唱 不行啊 人家POP駐唱了 什麼 黃小虎以前 就POP駐唱了 那個聲音就是 相愛沒有那麼 這在那種聲音 多渾厚 蕭敬成以前好像也有 在POP駐唱 就那種POP駐唱 通常都是聲音很高看很渾厚 然後大家在POP的時候 就會覺得 哇聽了很high 振奮 而且我這種聲音 我這只能唱一些 小清新的歌 我就是 我這種聲音 人家聽了都壓起來 欸 再給我講 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人家是壓起來 好好唱歌 不要再給我這種聲音 海波啦 我唱起來都沒有那個 quick out 我真的我不太會唱 我不知道台語歌的quick out 什麼我每次唱起來都好像 鵝哥 我就只是因為我 抓不到那個感覺而已 對啊 我這種聲音怎麼可能在POP出現啊 聽到 人家 酒瓶都砸過來 為什麼我也會不要生氣 啊 我不知道啊 我怎麼會 多拍些小青青的歌 讓大家看看 話說 最近不是 熱愛105度飾演 你這首歌很紅嗎 然後就看到網路上有 人家 就是剪輯一些藝人 就是翻唱這首歌 然後 就看到底下有人留言 就說怎麼女生唱的都差不多啊 然後 然後那種 唱功比較好的 用那種比較 不一樣的唱法唱的 又被說的太油膩 然後我就想說 阿怎樣唱都不 然後有的比較賣猛的 又被嫌太可愛 然後我就想說阿怎樣你 阿不然是要怎麼唱 就覺得說 就覺得說 好啊 那留言是蠻 我覺得蠻白癡的 我唱的就不一樣 就是覺得 還是有人真的好難滿足 就是 應該說現在唱小青青的人 好像 真的是蠻多的 這種甜甜的路線 好像大家唱的都差不多 所以又覺得自己 是不是也沒有什麼特色啊 所以 太多小青青的 又顯得自己不特色 所以 也在想 我應該走什麼路線好了 就是小青青 已經不是 像當初 當初走小青青路線的 成啟哲滿 大家覺得 很特別 很新鮮 然後 到現在好像 越來越多了 大家就覺得不特別了 小油青是什麼 哇 那綠油金 對 唱給自己跟喜歡自己 身陷的人聽 重口難挑 可是至少人家有人討論 你看我們是 根本也不算在藝人裡面 根本都不是 對啊 就是一個 不知道是什麼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麼 陳啟哲也是剛好那時代沒有東西 對啊 所以 在現在一個 網紅YouTuber那麼多 然後小青青路線也很多的人的時候 好像自己都不那麼有特色 都不知道怎麼樣才叫有特色 就怎麼樣都覺得平凡 就是沒有辦法吸引人的目光 所以我最近才想說要來創作 可是創作出來的東西又覺得好像很平庸 又沒有 又沒有到特別到 可以寫出什麼 很複雜的旋律什麼的 很 很 很難彈的曲子什麼的 就是 啊 最近就是很 想寫點什麼 但又覺得好平庸喔 好啦就是最近 最近可能真的太閒了 然後我自己想好多東西喔 但人不能一直原地踏步嗎 重金屬 重金屬我可以 呵呵呵 寫好上口的歌 我覺得也不一定啊 就是寫歌這種東西我覺得就是很 很看靈感 其實我自己常常想寫的歌啊 你們又很想哭 我自己常常想寫的歌其實都是蠻負面的東西 然後自己寫一寫都很想哭出來的 可是又覺得 又覺得我想 我應該要寫就是 比較能夠療癒大家的一些歌吧 我有唱傷心的歌可能大家不那麼喜歡 因為大家是 應該是希望從這裡獲得正能量 可是其實我 唉唷 我自己私底下真的是 蠻負面的 也沒有到很負面啊 應該說比較感性一點 所以常常想寫的東西都是比較 比較 就是比較抒情比較悲傷的那種 想要你的歌詞 唉你們 唉你們 但我還沒誇讚你們 你們打的歌詞基本上都對的耶 百分之九十九已經是對的了 你們那很厲害耶 其實 我還蠻開心的你們 我那時候只唱了一次 然後你們空耳打出這麼正確的歌詞 因為之前看到你們 就是第一次reset公演 然後打空耳的歌詞 結果我就是錯超多 大概錯一半吧 然後看到歌詞就覺得 哇怎麼會聽成這樣子啊 對不起沒有要笑你們的意思 但是就真的差蠻多的 但是想要你的 那時候唱過一次之後 哇 你們打的正確率 百分之九十九耶 就是 基本上都是對的 我是覺得很 很佩服你們 但我也覺得很開心 因為這代表我唱歌 口齒清晰 你們是很聽得懂的 因為有些 歌手唱歌就是可能 你如果不 不看字幕可能聽不懂他唱什麼 但是你們都聽得懂 這說明我的口齒很清晰吧 所以你們聽得懂 所以 你們很厲害 但我也很開心 代表我唱歌有 口齒有清晰 我覺得口齒清晰還蠻重要的 可能天樂老師的詞太困難了 可惡我下次要寫難一點的歌詞 是 第一第二句 你們打的是對的啊 你們打的是對的啊 嗯 你們打的是對的啊 好啦我 等疫情結束 我想要 把這首歌的MV完成 去外面拍一個 簡單的MV 我再一直打歌 真的是可樂 哪個版本是對的 哪裡有兩個版本 我只看到一個版本 楊兄娘的那個是對的啊 唱的時候喊兩顆共玩就好 沒有啊唱歌的重點就是 就是把歌詞能夠透過音樂傳達到大家 所以 如果大家聽不懂的話 那就很難有共鳴 如果一定要看歌詞才能懂的話 那 那就 我聽音樂都喜歡先 就是不看歌詞先聽 然後喜歡的話 我就把這首歌加歌單 然後覺得有興趣 我就會去查歌詞練來聽 然後再去理解歌詞的意思 其實就是很聽一開始的感覺 所以 我覺得 不能太仰賴歌詞 就是一開始你聽到的是什麼感覺 如果 唱的 你們都能聽懂 能夠了解的話 那當然是 就這首歌就成功了這樣子 要唱不要哭哭 我在想想 這麼久還有氣嗎 有喔 我 我還在消化 我剛才吃到八點半 不用吧 我剛才吃到八點 我從六點半吃到八點 那個套餐很多耶 我吃了一個半小時 超飽的 吃超久 有些人的創作是在炫技 我不太清楚耶 但是我覺得 每一首歌創作出來 都有它背後的辛苦 所以 我不會去否定任何一個人的創作 有些人可能會說 這首歌就是很爛什麼什麼 那我就覺得 可是 既然會創造出這首歌 肯定有它背後的含義 就是每一首歌我相信都是這樣子 都有它 即便是你覺得聽起來很簡單的歌曲 但 它會創作出來也是有它背後的含義 所以我不會去否定任何一個創作 即便人家覺得說 這首歌很難聽什麼 但也是人家努力出來的心血啊 所以 每一個創作都不能去否定它 BTS套餐 我不知道為什麼是BTS耶 不是為什麼叫BTS套餐 不是跟以前是一樣的東西嗎 我吃了雙擊 對 為什麼是雙擊 因為我有吉太郎跟吉次郎 他們也想吃 吉太郎加吉次郎 雙擊 雙擊戰旦 就是要雙擊 嗯 醬不一樣 蛤 有不一樣嗎 我怎麼吃不出來 因為我很久沒吃 對不起 我不知道耶 顏色哪裡的顏色不一樣 杯子的顏色嗎 杯子不一樣 我知道啊 袋子也不一樣 蛤 可是我吃不出來哪裡不一樣 哪有不一樣 新的醬 番茄醬啊 薯條的醬不一樣 是番茄醬嗎 你說漢堡裡面的醬是不是 多了肯窮醬跟甜辣醬 在哪裡 漢堡裡面 甜辣醬 在哪裡啊 我沒點 不是我點的那個是不是 我不知道啦 我只是想吃什麼就點什麼 我沒有點那 你們講的我以為我有點 我不是說我是吃雙擊嗎 你們講的我以為 雙擊裡面有放那兩種醬 我想說我真的怎麼吃不出來 防貸少年團 現在大家都背防貸啊 錢多難賺 我沒有點雞塊 我沒有點雞塊 對我沒有點雞塊 謝謝學星大 啾啾你啊 我剛剛沒有點 我點雙擊 沒有雞塊啦 我就說我吉他人跟吉次郎 所以要吃雙擊啊 他只有袋子跟 袋子跟 飲料杯子上有寫BTS而已 敬辣刺 我吃敬辣刺 可是我怎麼覺得沒有吃 之前吃覺得比較辣 怎麼今天吃覺得不辣 還是我口味又變重了 就是 就不辣 可是我奶奶上次有給我看 那他應該網路上有人賣那個 那個袋子 然後他是賣不防彈 不防彈少年團的袋子 那個袋子上面都是破洞 不防彈 我覺得很好笑 可能我比較辣 Spicy Girl 我很辣的喔 使用前請小心 不防彈 你們也有看到嗎 不防彈 就是袋子都千瘡百孔 根本就破掉的袋子 誰要買 誰要買一個破掉的袋子啊 有人出家 他好像賣一個61還69塊錢 到底誰會想買那種袋子 誰會想買 謝謝土司集的熊抱啾啾 謝謝 欸 10點半了 我們今天 今天有很多話跟你們聊 因為星期一發生很多事情 對 下一次直播是 星期三中午12點 大家來跟Mina一起吃午餐吧 那今天來不及唱歌耶 因為一直在講話 Mina的臉上有唇印 門頭親我 破掉的是爆裂文 好啦今天也聊得差不多 我們禮拜三再見了 那今天祝大家端午節快樂 希望大家天天都快快樂樂 不要跟Mina一樣愛哭哭 不要沒事去看月星交期會想哭 可是我還是打算把它看完啦 看一下他們的紀錄片 謝謝瑤瑤的Kiss珠珠 謝謝土司集 謝謝綜藝 謝謝祥紅 喝了快樂水還一直哭 快樂的眼淚 真的很快樂 謝謝祥祥的Kiss珠珠 那大家要記得買生血針喔 大陣浪漫 要記得買 看著會不會又哭哭 應該那個主題曲出來我也會想哭 Mina in the world 我也覺得我好好笑 幹嘛一直哭啦潘姿 我到現在真的沒有辦法接受新元節結婚 我還在 我還在那個悲傷之中 排名還沒念 我知道 我還念一下 好今天的第13名是中瑩 謝謝中瑩 第12名是Matthew 謝謝Matthew 11名是鑽然 謝謝鑽然 第10名是鑽然 謝謝鑽然 第9名是Aquila 謝謝Aquila 第8名是熊熊 謝謝熊熊 第7名是鴨鴨 咦? 我今天的衣服上面有鴨鴨耶 謝謝鴨鴨 第6名是吐司吉 謝謝吐司吉 我今天的早餐也是吐司 第5名是中和喵喵 我今天的晚餐是喵 沒有啦 謝謝中和喵喵 第4名是巴巴 我今天的晚餐是你頭貼上的那個地方買的 謝謝巴巴 第3名是小翔 謝謝小翔 你也是熊熊嗎 第5名是蘿莉郎 謝謝蘿莉郎 謝謝 第5名是小翔 謝謝小翔 謝謝你今天的 鼠鼠火箭 謝謝 愛你們 等一下 這是貓的聲音嗎 有聽到嗎 2隻 有點像小狠有哭的聲音 可是 喵了好久 而且剛剛講完喵喵 就突然聽到好大聲貓在叫 在吵架嗎 我不知道我沒有養過嗎 為什麼 是在吵架的貓貓還是在發情 喵 貓在吵架 所以在吵架 他聽到我說我晚餐吃喵喵 嚇死了 好啦今天 在貓貓的陪伴身中 我們要跟大家說晚安 大家晚安 大家 祝祝情人節快樂 當午節快樂 每天都快樂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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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家晚安 生態系過於複雜 真的 如果貓 貓跟雞一起叫我應該會啟笑 晚安 熊熊晚安 天天小雨 鴨鴨晚安 Kiwi 一城泳圈晚安 小亮晚安 何景喵喵 又有一隻喵喵 還是何景喵喵跟中和喵喵在吵架 不要再吵了 不要為了我爭吵好不好 不要再為了我爭吵了 晚安 晚安 禮拜三十二點見 生血記得買 愛你們 大家晚安 掰掰 晚安 吐司吐司晚安 終於晚安 卡丘晚安 加速晚安 叫喊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生氣吃虧是你自己 好啦 大家晚安 真的晚安囉 掰掰 晚安